钢琴王子李云迪在2021年因涉嫌嫖娃娼被捕 遭到官媒直接点名批评 随后被全面封杀 并消失在大众视野里 直到去年底才逐渐回归社群 早前他宣布将在10月前往澳大利亚举办音乐会 日前在风波后 首度晒出了露脸的侧拍照 并配文表示自己正在到时差 似乎是刚抵达德国柏林 只见照片中的李云迪身穿黑色上衣 黑色长裤 坐在街头的咖啡店旁 翘着恶狼腿 悠闲的喝咖啡 消失许久 他留了一头卷曲的长发 这个人也销售了许多 不知是否因为工作繁忙 脸上还有淡淡的黑眼圈 粉丝们看到照片后 纷纷激动的留言表示 看到李云迪状态很好 真的替他感到很开心 也很期待他这次的巡演 人气似乎还是很高 不过仍有部分网友 依旧反对李云迪的付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